Focus Guide裡面呢 大家最不熟悉的就是這個路徑 也就是哪裡 就是各位左手邊這一塊 其實你看到左手邊這個應該可以很清楚知道 就跟PowerPoint簡報一樣嘛 對不對一張一張的 可是呢 這個東西 它 就是路徑 因為平常我們如果在PowerPoint裡面 假設你把這個頁面 我把它刪掉了 請問這個內容還會在嗎 不在了吧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應該聽過大雨治水的故事吧 這個 只是它回家 經過的一個點 所以呢 如果你把這個叉它 它會怎麼樣 刪過家門的不入而已 就是東西物件還是會留在上面 物件還是會留在上面但是怎麼樣 不經過那個路徑而已 好當然你可以選擇就是我把這個刪掉這樣可以 而且我這裡假設我把這裡刪掉 是 所有的這個頁面上面都看不到那個物件 這樣清楚了 因為它是整體的 你不要忘記我們是一整張大的 對不對 你只是經過A點 經過B點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把 整張上面的物件 其中一個拿掉的 我不管怎麼經過都不會看到 這就是路徑的概念 好路徑的概念 所以呢 這個是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你怎麼去新增 調整應該沒有問題 按著它 有沒有 上一下 好這個是大家都OK的 但是重點在上面 在上面這邊 你看 它有幾種可以增加路徑的方法 總共有六種 我有沒有算數很差 一二三四 夾照相機也才五種 少一種 等一下在裡面會講 那麼 我們最常用的 其實是這個 就是它預設的 叫隱形隱格 隱形隱格 也就是說呢 其實因為我們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不希望看到像泡泡一樣有邊界 我如果每一個都有邊界是不是進來就好像貼狗皮藥膏那種概念 你就看到那個框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不用 那 我先用一個有矩形框的給你看 好 假設我在這邊我要增加一個就按一下 它就問你你要增加哪一種類型的嗎 增在哪一個旁邊 好 假設我就讓它自己自由安排 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它幫我安排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到那個框了 這樣是不是真的很醜 好那你可以稍微滑鼠滾輪往後退一下 這樣就看到 好所以 你在這裡面增加的內容 比如說你打字也好 或者像這樣我把圖片丟進來 你增加一個文字 這些都OK 好角色 你找到你喜歡的 好把它放進來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移動它 外面這個框 標準的 它會連裡面的 這些都一起移動 就表示說我進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是看到這一塊 看到這一塊 這樣知道 什麼叫做有框的吧 所以沒有框的 隱形的就 不會看到這個邊界 可是實際上還是有那個 你看到的範圍 那 請問你 我們剛剛在這邊其實它有稍微旋轉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稍微旋轉一下 請問你 我 真正做簡報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點進去 有沒有不管你怎麼樣還會轉正 對不對 雖然它剛剛加進來是不是有點 另外一邊 可是它會自己轉正 好那 如果說呢 你不需要 你覺得 我就是需要這樣子 歪歪的角度 比如說你看我來這邊 我把它稍微旋轉一下 有沒有我裡面的跟著再轉 你如果一定要這樣子可以嗎 你覺得呢 你看我再點一下 有沒有轉回來 對齁 所以這個時候你知道 誰要派上用場的嗎 來假設你一定要這樣子 不要客氣 照相機拿出來 你喜歡哪一個角度 哪一個範圍 你就把它拍下去就好了 就這樣 你看按一下 有沒有產生一個 簡報的路徑 是在下面 所以今天你就是要這樣子 沒關係 好我們就預覽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有沒有人先轉過來 就轉到你想要的角度 那這個呢有一個好處 有什麼好處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裡好了 你如果在這邊 我第一頁是不是看到這個範圍 那有些時候我們是這樣子 我在這裡我先 靠近一點 這個是我第一個 要看的 我放在這邊 然後呢我待會就平移過去喔 我就平移來 比如說你看 我把它 拉動一下 拉過來 好再拉過來 待會我就想要把我們學校 放在正中間 我再拍照一張 你如果以我們微軟PoPoPo的做法 你應該知道 你要準備好幾張簡報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我們在這裡 第一張看到全部 第二張 有沒有看到這裡 可是我的都還是同樣的內容 只是我看的重點 是不是不一樣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所以你用拍照的 你可以自由決定 我要看到的範圍是多大 我現在都用有框的 可以讓你看的比較清楚 好那我現在想要看比較大範圍 沒關係 你就一樣 拍照 有沒有這樣我就看比較大的範圍 這樣有那個概念了吧 所以這個路徑其實很重要 路徑很重要 因為你要會用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 Folk Guide他可以像這樣去呈現 甚至你要注意到很裡面也可以喔 因為他是向亮的嘛 對不對 放大縮小就不失真 這樣清楚了 這樣我講了五個對不對 因為其他這三個不用講 意思都一樣 請問第六個在哪裡 在這裡 如果你堅持 一定要 看到這一張 請問他的右手邊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一個這個 也就是說你也不要從左上角去增加路徑了 你就告訴他 我就是這一張 我待會進來就一定以他為中心 放在正中間 有沒有 就是你點到物件為概念的 點到他之後 今天我點到這個物件 他的右上角就會出現 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按一下就加進來 變成路徑之一 這樣有清楚了嗎 這個是 大家開始使用我們的這個Fortline 最容易遇到問題的地方 路徑 好像跟PowerPoint不一樣 這個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我待會兒 你 谢谢观看